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主在母亲的脸红带片下娶了现在的女主做妻子 但是男主始终不肯放下死去的爱人 对待女主也是极为的冷漠 某天男主不在家 女主偶然间得到了一把钥匙 女主用这把钥匙打开了阁楼上尘封已久的房间 然后发现了一个收音机 收音机自动播放起了爱人生前录给男主的定情广播剧 死去的爱人也随着广播剧的播放出现在了女主的面前 由于鬼魂无法触碰到活人 变成女鬼的爱人便在次日借机附身女主来接近男主 而男主也仿佛在那一瞬间从女主的身上见到了身前的爱人 晚上男主虽然仍旧不愿意亲近女主 但是态度却有了改善 半夜女鬼找到了女主 希望女主能帮男主忘了自己 由于男主的执念女鬼无法转世投胎 只能被困在男主的身边 而男主也因为长期受到鬼魅的阴气影响 身体大不如前 很快男主就病倒了 女主慌忙中找到了女鬼求助 接着女主便主动让女鬼上了自己的身 来到医院看望男主 昏迷的男主似乎感应到了爱人的呼唤 病情有了好转的迹象 不久后男主痊愈 女鬼开始手把手地教导女主 怎么讨男主的欢心 女主也从女鬼那里 对男主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女主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两人的关系终于有所缓和 男主便开始关心女主 并逐渐对女主敞开了心扉 而女主也因为和鬼接触过多 状态变得越来越差 某天晚上两人一起外出看电影 阁楼上的女鬼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露出了复杂的神色 然而好景不长 由于女主的纵容 家里出现了明目张胆的闹鬼事件 婆婆因此被吓得住进了医院 随后细心的佣人大妈 在女主的身上发现了端倪 识破了女鬼的事情 大妈告诉女主 鬼和人一样会撒谎 女鬼也许并没有女主想象中的那样善良 女鬼所说的一切 可能都是为了骗取女主的信任 然后弄死女主借尸还魂 就能够和男主在一起 当初男主把爱人的遗物搬进家里 大妈就感到了不对劲 为了以防万一 大妈在家里放了一块浮牌来镇宅 多年来家里一直相安无事 直到某天 女主打扫卫生时 无意中插掉了牌子上的符咒 女鬼才得以趁虚而入 听完大妈的话 女主也是彻底慌了 两人商量过后决定将计就计 继续当做什么也没发现一样 然后趁着女鬼放松警惕时 再把符咒贴在女鬼寄身的收音机上 随后女主回到了家 女鬼也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女鬼给了女主两个选择 一个是让自己把男主带走 一个是女主主动献出身体 让自己借尸还魂 这样也可以保住男主一命 女主假意选了后者 并提出和男主吃最后一顿饭 女鬼并没有怀疑 答应了女主的请求 接着女主找借口躲过了女鬼的监视 然后偷偷地来到阁楼 准备贴符咒封印女鬼 没想到女鬼早有防备 女主的计划失败了 男主这边迟迟不见女主回来 便到处寻找 当男主找到女主时 却发现对方已经变成了身前的爱人 男主震惊过后 以为是爱人又回来了 于是男主再高兴之余便带着爱人来到了阁楼 然后向爱人展示了自己专门为其拍的电影 这时大妈突然破门而入 将一把法器插进了女主的身体里 女鬼因此现出了原形 女主的意识瞬间恢复 趁着自己还清醒 女主又把法器插进了自己的心脏 女鬼经受不住重击 终于被逼出了体外 在男主的面前魂飞魄散了 男主这时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 接着男主在女主的房间里发现了一本日记 里面寄满了女主对自己的一往情深 男主也在此时意识到 自己已经对女主动了心 只是由于伤及心脏 女主生死未卜 男主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 其实讲到这里 涛哥已经不想继续了 你懂的 这部是国产电影 结尾必须是画面一转 回到了现实 原来这只是男主的爱人 在做节目讲鬼故事 节目结束 爱人看到了男主寄来的求婚信 于是爱人欣喜地前往约定的路口 此时一辆车开了过来 所幸是刹车及时 现实中并没有发生和故事里同样的悲剧 而女主和大妈 也都只是男女主互不认识的路人罢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